美国北加州政府昨16日宣布,自17日起,包括旧金山在内等湾区6个区域,若非必要,民众必须待在家中,禁止出门,影响约700万居民。 综合美媒CNBC,Synet报道,北加州政府官员昨日宣布,湾区将近700万居民必须待在家里,以对抗新冠肺炎大爆发。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,Longden Braid,也宣布,除了必要行动,政府要求所有民众待在家中,这项行动限制令自17日起开始实施,将持续至4月7日,不过期间政府必要功能及部分必要商店仍将开放。 行动禁令涵盖湾区6个区,包含旧金山市区,圣克拉拉区,Sainter Clara,圣马提欧区,Sainmation,马林区,Marine,康特拉格斯达区,Contra Costa,及阿拉美达区,Almeda。 行动禁令实施期间,居民只有在部分测定情况下才能离开住家。 公共类生局局长考法克斯,Grant Calvax,表示,居民仍然能够独自出门溜狗扩散布,甚至是和亲友一起,只要两人之间相隔6英尺,约1.8公尺。 此外,尽管大部分商店都将关闭,但是能够提供必要服务的杂货店,要去